河南高官从会场被带走信家仪式中共高层图,看中国记者董林山综合报道,近日有媒体爆料,趁现任中共河南省人大副主任,前中共河南副省长王铁,被中纪委带走调查。 海外中文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,8月2日下午王铁在河南省人大开会时,在会场上被中共中纪委带走未经证时,的消息,称王铁的儿媳是中共高层之女。 另外王铁的妻子梁静,在2007年,担任河南省商会会长报导趁,梁静将全河南省的商人人脉资源,握于手中夫妻二人,被指官商合作大肆捞钱。 据河南日报报道,7月27日王铁,仍在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,而近十天来王铁并未公开露面。 公开资料,显示现年61岁的王铁市河南本土官员,在河南官场生耕44年,曾先后在几元市,信阳市担任市长,市委书记等职后于2012年1月,就任中共河南省副省长今年1月。 改任中共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据中国官方报道,在王铁主政信阳的几年间当地出现严重的楼堂管所超标问题,其中王铁当时所在的办公楼,被缔造为八台大教形状官方环报导趁。 舆论更是曝出信阳及所属县区,为建别墅群。 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存在最牛别墅群3000万元巨资收购的黄金地块建成该局处级领导别墅群。 该别墅当时价值约200万元,分配,给领导实纸收成本20万元往上。 还曾流传一篇文章说,王铁在信阳大稿基建,更将信阳市委市政府大楼,按照八台大教,正式兴建大楼旁有八栋有儒教夫的建设局,在旁有传凡在大楼办公的官员,都可官运亨通甚至可能被台上惊成。 除了筹划建造了这么奇葩的办公楼之外,王铁被指还利用自身权利,大肆攫取利益报道称王铁与多位房地产开发商有利益往来。 曾为开发商王刚违法月权,特批了4178亩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随后,王铁又给王刚批土地3696亩, 但王刚只付给农民每亩田地12500元的补偿,给乡镇和村里20%的工作经费,而他将土地倒卖给其他开发商每亩,得是90万元到360万元从中王刚获得暴利令人。 暂时2012年故市县新任县,要王刚纳税王刚,送给王铁1亿元人民币摆平了此事。 在王铁的帮助下,开发商陈峰在故市县的北面,也开发了1万多亩的信阳新政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印象。 欧洲楼盘违规加高了9层,导致至今无法给2000多户买房户半征。 更此外,商城县的开发商李延甫帮助王铁修建了一处秘密豪宅,在王铁的运作下将该线3100万元卖地款给李延甫长期使用,并帮助李获得了低于市场价70%的大偏土地搞房地产开发。